作词 李宗盛 把此刻好好纪念 别挥霍了时间 别辜负了时间 夜晚星星眨着眼 等着你许下一个圆 陪你看日落海边 我却只记得 你温柔的侧脸 有太多的位置 太多美好 在等着寻找 乘着阳光正好 微风不早 像明天奋跑 在夏日离开之前 让我们在疯狂点 那些没说的语言 没拍的相片 全都一一实现 在夏日离开之前 让我们再靠近点 每个难忘的瞬间 你都在身边 有你才完成了 夏天 中文字幕是否正在我们 阳光苏醒 味蕾也跟着苏醒 海 Thy 博主是用食物打开一天的 美味的食物 会带来更好的生活 也让你看到更好的自己 拥有越多 快乐越多 不要忘记提醒自己 你 值得最好的 身体发肤 不过虚妄 人生如戏 一切 都是梦幻泡影 生活的真相 不过是不断失去 不断放下 拥有越多 烦恼越多 放弃一切 接受磨难 这是修行的开始 快去好味咖啡 尤其是 不是 灵调 呜 虮渑 先在公司守着 你跟香香姐说让她先别着急 她性格太温柔了 这种场面她应付不了的 老赵想翘我们单子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先上电梯 先不跟你说了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啊 这电梯是不是停电了呀 可是有灯啊 有没有人啊 完了完了 这马上要迟到了 怎么办 喂 你好 两人放心啊 我们已经去拿安全机了 师傅要多久啊 最快的十五分钟 那我能爬出来吗 太高了 师傅 你能不能把我抱上去啊 我有点着急 你不是 你就当日行一善嘛 我真的来不及了 你帮一下我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 慢点忙点 别靠着啊 慢点 我看这个月的月 王总监 您好 我是小时光的苏石宇 听说最后的商务合作 您最终选择了星餐 但之前一直是您和我在对接 这两份一模一样的方案 图片都是复制粘贴的 明显是抄袭 您是怎么看的 黄总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您应该跟赵总沟通 我们好味咖啡啊 不方便参与 赵总 知识产权保护 著作权法 需要我给您普及一下吗 我们公司一向奉公守法 不仅如此 我们还鼓励原创 严厉打击 剽窃 抄袭 可以说是自媒体创作人的 一方进度 也不过分 赵总不愧是 自媒体界最后的正义之光 但您知不知道 您以星灿名义 递交上去的方案 是我合伙人陈香香 熬了几个大业做出来的 我们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我们跟了三个远 您用着良心不会痛吗 我也很认可 香香对这个项目的付出 所以我们星灿啊 跟香香合作了 李组晷 我 费员 你别说了 我不想在这里跟你吵 所以大家都体面一点吧 黄总监 咱们可以签字了吧 现在还不行 现在还得等林董的批示 你是不知道 这林董半退下来之后啊 大得刷点存在感 年轻人不能这样吧 对啊 两位 不要着急 等林董来了 我找得好好谈谈 看看怎么回事啊 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何止是过分的 两位 不要着急 那是林董吗 儿子 她来了 你这发型怎么了 兄弟啊 你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呀 这元气资本可是你的心血呀 咱们这边合伙人 可是冲你头的 一听说你退出 电话都给我打爆了 我们这才来找你的 我们投的项目 大多数都属于后期 基本上可以作为收利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我退出 是因为我有更想做的事情 不是 林董 儿子 你不愿敢投资了 你回来帮爸管理好味咖啡 也给爸一个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爸 我一一决 不是 今天来呢 就是为了感谢大家之前对我的照顾 以后公司 就交给大家了 你啥意思啊 各位 各位 少案无造 我马上找林董 那我们怎么办嘛 如果林董 如果林董要来 董事会那些其他人 肯定双手赞同 这个呢 就叫做天意 哎 林董 你好 林董 我是那个小时光的苏时宇 你是谁 我是小时光的苏时宇 我想和您聊一下好味咖啡 绑定网红商务合作的事 哎 这种事情你找到黄仲潔说不就行了吗 我的机会被你打没了怎么给你机会啊 那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嘛 机会又不止一次 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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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机会 你就回去准备方案吧 小哥 我可是费了千辛万苦 才找到十一里香这茶种 这茶太难伺候了 谢谢 哎 好巧 早上的事谢谢你啊 喂 师傅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还没处理完 我现在再去找林董的路上 我查到了林董确实有一个软肋 他唯一的儿子上山修行去了 他上山修行去 怎么这么好笑啊 像不像变形器啊 哎呀 我看啊 就是一个过惯的清闲日子 自讨苦吃的富二代 哎 姐姐好吵 我先不跟你说了 晚点跟你说 拜拜 不好意思啊 小朋友不懂诗 对不起啊 小朋友 姐姐是不是吵到你了 哎 这个 给你好不好 要了姐姐的东西 要说谢谢啊 谢谢姐姐 不客气 哎 小妹妹 现在不能开啊 哎 对不起 对不起 小朋友不懂诗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我 我帮你吧 不用 哎 等一下 等一下啊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不是故意的 那 那个东西多少钱 我赔给你吧 不用 哎 不不不 我 我觉得还是要赔给你的 真的不用 哎 这里还有一颗 桂圆 谢谢 什么眼儿 到底是什么 早知道要爬山 我就不穿高跟鞋了 好 是 还真的 亲爱的 排队 最大的 豆腐 这么多人来许愿 也不知道领不领 希望我的愿望能实现 能先帮我 谢谢啊 感谢观看 亏你能找到这个地方 看来你是早就打好主意了 儿子 这是你最爱喝的酒 咱俩找个地方喝两口 我不喝 你不喝 不是 这是什么环境啊 你原来多风光啊 能上福布自经榜的 有几个 你怎么能在这山沟里晃飞掉啊 还是你回去吧 顺便把院子里那样像咖啡带走 儿子 我最近啊 也看了不少经书 咱俩作业来交流交流 切磋一下 儿子 你就 让一下 能不能体谅一下 我一个董事长 现在就剩董事了 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啊 各修各的阴 各有各的果 不不不不 别给我提什么阴果啊 我就是你的阴 你就是我的果 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老子 你想让我们老林家绝后吗 啊 种不出茶 我是不会下山的 这里醋茶淡饭 我就不留你了 那茶谁不能种 你何必在这收苦啊 这茶必须我来种 这就是我的因 儿子 我去的都过去了 你怪我可以 何必惩罚自己啊 林东我是小时光的苏时宇 早上咱们见过 我说要给您看一眼我们的方案 这个方案啊 说的是追本溯源 他说一颗咖啡豆呢 是怎么从咖啡树上到咖啡厅呢 咱们可以先绑定做五十条 之后 说了 林东 您是不是遇到什么坎了 我儿子是我最大的坎 我跟您说 人生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要你肯努力 办法总比困难多 有时候啊 越努力越失败啊 这 努力啊 他不一定会成功 但不努力他一定失败 要不您再试试 说不定时候未到呢 没用的 啥照都试过了 我现在啊 真的没有力气去干任何方案 林董 其实我这个方案真的特别好 它很多细节 拜托您您再看一下给林董 林董 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 您走啊 那咱们有机会 再说 再说 行了 我要苏时宇 小时宝 好 不好意思啊 借用一下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站住 又是你啊 放下 這是我給茶中準備的 你的茶中應該可以多澆澆水的吧 但是我的包包不防水 拜託拜託你啊 我的包 沒事吧 挑一下我的包 它貴你貴 當然是它貴啦 我就這麼一個好包 這不是上藥 沒油刀 你家沒電嗎 真的沒電啊 這還真是鐵頂大自然 先把這個還上吧 這真是什麼 三七 能止血消炎 其實我有創可貼的 創可貼沒法消炎 好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 有勁了 我沒事啊 你也沒有給我一個心理準備我 我就 對了我叫蘇時宇 你叫什麼名字啊 你這個裝修風格 挺有味道的 是不是那個什麼 差季風啊 哎 你是做視頻博主的吧 搞裝修的 我跟你說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做視頻博主的 來山裡拍視頻 一下就打開了流量密碼 但他那是做秀 你這個挺真實的 你這 你這房子沒電 那你手機怎麼充電呢 你是不是有充電寶呢 我不是博主 這不是差季風 這屋子裡沒有電 我不用手機 沒有充電寶 那我是不是有點打擾你呢 不好意思啊 我自己看看有沒有民宿 天已經黑了 外面下著雨 您腳還受傷 在這兒將就一晚吧 沒吃晚飯 肚子真的是太餓 喝點熱水吧 等點胃 人家 一個人 一個人 有僅民 人家 你會不會 人家 沒力 你不 よ 人家 在家 你 耶 好 倉 明天你走 你就下山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明天 明天我陪你一个嘛 姐是不是水溺啊 你快来 你快来 这儿有蛇 你 你把他弄走 草蛇没毒 你快让他走吧 求你了 太吓人了 你够了 凭什么这个态度对我 你以为我想在你这里过夜吗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 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我不就是拿你掉 只剩点火吗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那林小姐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连我的方案看都不看一眼 就因为我没有关系 说完了吗 说完赶紧吃 吃了赶紧睡 吃了 腿 嗓 吃了 巧 吃了 来吧 这个只可以写字的吧 应该不会介意了吧 小时光的苏世宇 林董 脚怎么了 来 上车吧 我顺便回去 谢谢啊 慢点 慢点 怎么弄的 不小心碰了一下 没事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改日一定赔偿 苏时宇 苏小姐 你这鞋 我这个鞋是不是有一点 不 很好 很有品味 苏苏 这五十条商务对你重要吗 超级重要 这关系到我们公司的生死存亡 那你能为这付出代价吗 只要不是违法乱纪 危害社会的事 我肯定是愿意付出的 只要你一个月内把我儿子欠下山 这一年的商务包就是你的了 啊 我平时真的不做什么亏心事 老奶奶过马路我会服 公交车上我也会让座 朋友圈谁发的水滴愁和轻松愁 我都帮忙愁一下 结果却这么惨 难道这是给我的磨难吗 都说啊 众善应得善果 我光是在行善 一个善果都没落着 我这心里太苦了 以苦为乐 方能离苦得乐 人穷极一生追求物语 数不知其行之余 云入楼椅 小女要求也不高 拜托 拜托 我希望把好味咖啡的单子拿下来 做大做强 让陈香香后会去 谢谢你了 小苏 小苏 我儿子的论境快结束了 快送了 小苏 我希望你用年轻人的方式 去解决我儿子的问题 那年龄相仿 还喊童元呢 童元还算不上门 我们俩人没见过面 见过的呀 昨天晚上 你还在打家过的夜呢 什么 小苏 我的咖啡王国蓝图 可就靠你了 这是你儿子啊 你还不知道啊 他上山修行去 怎么这么好笑啊 像不像变形器啊 我看啊 就是一个过关的清闲日子 自讨苦吃的富二代 那林小姐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连我的方案 看都不看一眼 昨天晚上 你俩那个起设了 我儿子自打搬到山上以来 还从来没有让我流速过 不是 您误会了 我俩什么都没有 我懂 我懂 你们年轻人的方式 我全懂 用机关式手段 那怕你把他扎了 只要他能乖乖地回来工作 那就完美了 好吗 不是 扎什么的 再说吧 这个事很复杂 他需要从上记忆 不 我想想 我先走啊 不 不 不 我能想想 不想想 送给看就 哎呀 气死我了你这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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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已经在准备辞职了 你不要再催我了好不好 嗯 师傅 是这样的 因为我家里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必须得回老家了 然后 未来的路呢 我也都行 什么未来的路啊 你师傅我未来的路就很坎坷 哎 饿死了 我吃喝你泡面 嗯 好 师傅 所以不用安慰我 我没事 我很坚强的 师傅 有个重要的事情 什么都不重要了 这下真的搞砸了 本来我还想逆风翻盘向阳而生 结果我说了一大堆好味咖啡董事 让儿子的坏话 还全给他听了去 而且这下糟糕了 哦 对 你之前让我查一下他的消息 我查过了 确实有内幕 而且很精彩 嗯 您说 咖啡王子林蔚 跟他的亲舅舅靖兴成 展开了夺权之战 靖兴成手段很辣 直接找人把林蔚给废了 他进不了女色 心灰意了 只能上山 出家了 这个 靠谱吗 图儿 我现在只剩下你了 快帮我想想办法 反正这个项目 我们必定是要拿到手的 可是 师傅 这个任务 不太可能完成吧 我必须要搞定这个邵东甲 让他回归红尘 像是常常给的亲切 苦活在笑才叫体面 刻骨色未必能对换天 幸福是一句抽签 等那些从前三成碎片 割破了眼泪底线 你是否看见痛楚涌现 模糊了伤口边缘 爱过的人还在眉间 故事一张几世故的脸 到所有从前大事怀念 寂人了眼泪底线 你是否听见记忆里面 有遗憾苦心昨天 残缺的爱还在指尖 伸出手沾向今天的怀念 结束一句亏欠 结束一句亏欠 到所有从前大事怀念 寂人了眼泪底线 你是否听见记忆里面 没有遗憾苦心昨天 残缺的爱还在指尖 伸出手沾向今天的怀念 继承一句亏欠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